难怪郭湘必须死 他若出现在以天时代 三大魔头无法横空出世 在神雕侠侣的末尾 杨过带着小龙女在华山之巅和群雄座一告别 这一对恋人历经了太多的磨难 决定退出这个纷纷扰扰的江湖世界 就在杨过 小龙女越走越远之际 郭湘再也按捺不住 两行青泪好似断了线的珍珠一般 从他秀美的脸上滑落 金庸是懂得利用剧情吸引读者的 在一天的开篇 金庸花费大量的笔墨 以19岁的郭湘作为第一视角 讲述了郭湘如何追寻杨过 如何偶遇和足道和绝远大师 如何带着张军宝躲避少林寺的追杀 可谁能想得到 就在读者们为郭湘的后续故事 牵肠挂肚之时 金庸却用一句花开花落 花落花开将郭湘直接写死 他笔下的江湖世界 也历时来到了动荡不安的元朝末年 金庸为何要跳过近百年的时间 他将郭湘的后续故事 铺开来详细描述 难道不是一个精彩绝伦的江湖故事吗 其实金庸之所以避开了这段岁月 除了不想提及蒙古人 如何残害中原百姓 还和郭湘太高的武功修为有关 有的人会说 郭湘再强也强不过张三丰 毕竟他们二人都得了部分九阳真经 随后各自开宗立派 能与少林在后世江湖里分庭抗礼 但你若细读了书中的原文会发现 郭湘的起点甚至比张三丰还要高一些 至少他还没接触九阳真经之前 就已经在邵氏山接连展现了十多种武功 原来郭湘的天赋极高 很多武功招式 只要看一眼就能领悟其中的精髓奥义 因此杨过传给张军宝的三招 周国通的空明拳 英姑的明秀公 一登大师的一阳直等武功 都被郭湘练成 可别以为郭湘只会及百家之长 他的可怕之处还在于领悟了无招境界 原来郭湘和无色禅师对决之时 曾将打狗棒法的一招 融到了剑法之中 原文写道 无色禅师这一位大名鼎鼎的少林高僧 惊得满腹一团 瞠目不知所对 当时被郭湘用长剑将袍袖 划了一道长长的大口子 值得一提的是 无色禅师乃何许人也 他可是少林罗汉堂的首作 武功境界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而郭湘年仅十九岁 因为追寻杨过奔波劳碌 此时的他也没有接触到九阳真经 正因为郭湘如此天赋一饼 难怪三年前 拜他为师 好让那门连金轮法王 也没有练成的无上瑜伽密城后继有人 然而郭湘被金庸捧得太高了 他在四十岁的时候 就成了峨眉派的掌门人 足足比张三丰 创建武当派早了三十年 若郭湘继续出现在以天时代 以下三大魔头无法横空出世 第一位魔头杨鼎天 杨鼎天之所以称之为魔头 只因他是明教的第三十三代教主 而明教和六大门派结怨已深 加之明教吸纳了诸多歪魔邪道 从而被群雄称之为魔教 杨鼎天的武功虽然很高 但他的乾坤大魔仪终究只练到了第四层 若郭湘能多活几年 哪有什么张无忌化解六大派围剿光明顶的危机 恐怕杨鼎天都早早地死在郭湘的以天见之下 第二位魔头 白笋道人 白笋道人是玄冥二老的师父 又是玄冥神长的创始人 如果郭湘拥有和张三丰一般的寿元 恐怕不仅白笋道人 就连玄冥二老都要命丧郭湘之首 届时哪有什么玄冥神长 也没有张无忌身中玄冥寒毒 跌入昆仑仙境 从而捡到九阳真经的后续剧情 的确 白笋道人的玄冥神长固然威力惊人 但郭湘可是郭靖之女 如果郭湘听闻了白笋道人的所作所为 早就将白笋道人和他的门派一举歼灭 第三位魔头 乌碧烈 乌碧烈是真实的历史人物 在金庸的塑造之下 乌碧烈成了杀害郭靖黄荣的凶手 在杨过退隐之后的第13年 乌碧烈率领十万铁骑 踏平了襄阳城 郭靖黄荣夫妇带着郭破鲁一起战死沙场 以郭湘的性格来看 他若成了峨眉派的掌门人 势必日夜操练峨眉弟子 除了替郭靖黄荣报仇之外 还要接过郭靖驱逐打鲁的战骑 可别以为郭湘在战场上派不上用场 在一天的末尾 峨眉派第四代掌门人 周芷若就曾用郭湘留下来的方法 制作了霹雳雷火弹 霹雳雷火弹用激阔弹出后威力惊人 当时就必杀了诸多江湖好手 金庸还写道 若用漫天花雨的手法将霹雳雷火弹投掷而出 就算是轻功再高之人也无法躲避 郭湘能及百家之长 这门漫天花雨的武功早就烂书于胸 而若将这门武功和霹雷雷火弹 尽数传给了峨眉弟子 忽必烈的铁骑如何抵挡得住 综上郭湘的武功修为被金庸设定的太高 加上郭湘留下来的霹雳雷火弹实在非同小可 若他继续出现在倚天时代 杨顶天 百笋盗人 忽必烈三大魔头都要黯然失色 甚至小命不保